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社会 包括美国本身 也包括亚洲一些国家 尤其是新加坡 都有这方面的法律 他们的法律还是相当的严谨严密的 有了这样的法律 不妨碍外国投资者 在当地投资 不妨碍当地国民居民 依法享有的自由 这个也是香港应该做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 国家安全方面的漏洞 这个会影响到 一国两制的实施 会影响到香港社会的安定 因此影响到投资者 投资的兴趣 影响到香港的经济发展 我相信绝大部分香港市民 他都知道基本法有这个要求 而且基本法这个要求 一直二三年了 一直不能实现 在没有维护国家安全法律 的情况底下 香港社会的稳定 因此香港社会的繁荣 会受到影响 我相信绝大部分香港市民 他是充分的了解到这一条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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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